最近还没有解封 所以对中小企业来说 他们的影响是最大的 在营运冲击的部分 有高达了80%的造成营收减少 他们都说的确 这感受上是非常的明显 那么至于订单减少 其实也超过了六成左右 那么还有超过四成的员工 是工时减少 那缺料缺工 同样也是将近快要三成 其中还有13.7% 在实施无薪假的 反映出这个疫情 真的是影响了就业的安定 那么甚至有10.1%的人 是因为产线停工 所以企业不得不停工 或者是歇业 那么一旦继续的蔓延 可能下一步真的 就要面临的是倒闭潮了 那么有人就说 可能可以转手经营吧 但是问题是比例真的不高 只有0.9% 那如何去因应呢 有53%的中小企业表示 他们大概会继续的维持现状吧 努力拼下去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 有超过四分之一的受访者表示 他们应该会把规模缩小一点点 那么也有人会选择直接营业 看来真的是不做了 显示疫情让部分的中小企业一蹶不振 所以这波疫情也逼得 连锁餐饮业者加速太弱流强 像是以王品 他们最近就动作蛮多的 一个月来已经关闭了7家店 降低成本 不过王品也说 在未来他们预定下半年 集团全品牌还会开出15家店 聚焦在资源去做一些适度的调整 希望让他们的门店的 还有品牌的规格 符合消费者的期待 期待的是疫情之后 业绩能够再往上盘 但不只是王品啊 汉兰饮食他们同样也是受到了重创 所以真的不得不开始思考 如何去做多角化的布局 我们就来看看汉兰 他们的风势 是看中航运货柜股的获利可观 砸下将近1亿去买股票 厨师用心打点餐点 便当内容物看起来丰盛可口 这是餐饮集团旗下 自助餐厅推出的外带便当 不只因疫情改推翻包 也开始做冷冻食品推电商 更鼓励消费者使用餐券 在特殊时期加减赚 上个月推出第一波的 第一批我们的展美食的原购 大概就有带进了 一千三百多万的营收 那这个月我们续推第二波的 就是这个展美食的原购 那差不多也可以预估 也可以带进一千多万的营收 看来美食和去年同期相比 今年六月营收掉了八成 集团甚至还投资股市 当起航海王 在六月二十五号到七月十五号之间 购入长荣海运股票六百张 价格介于最高一百七十四点五 总赤资超过九千七百万 如果以十九号股价来看 长荣美股在一百八十元以上 最高来到一百八十九元 若和最高点相比 和来美食这次投资 光是账面就增值一千五百多万 网友戏称海港餐厅也懂船 整体行业类股最大的问题 就在于说筹码太过凌乱 不管是法人中石户甚至连公司航号 都进场想要去掺一脚 那这样子的情况短线增量一定会加剧 所以现阶段去操作航运类股 我反而会认为你把操作周期拉长 那直接忽略短线上的震荡 这样操作起来稳定度反而会比较高 三级警戒静内用重创餐饮业 但也让这些企业开始思考多角化布局 只是没想到恰巧海港餐厅 也看重货柜航运获利可观 上船买股抢当航海王 三立新闻林文富莫小珍 台北报道